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没有什么外来声响 刚搬到新家的小熊东张西望 看起来对环境感到陌生 躲到后面水池 另一只也是乖乖的待在原地 在寿医师和照样员的陪红下 官员小熊和力道小熊 警车护送八个小时 二十二号上午顺利抵达滴海拔保育中心 开始围棋两个月移地照样训练 没有人要给他帮到比较安心的地方 他才敢谁有很多人 日前七月在台东发现的广源小熊 因为他妈妈走散 被居民收留 之后被领馆局照顾 给两个小熊很大的活动空间 里面摆着他们最喜欢的竹叶 在未来会选择最好的方式 对待小熊 让他们可以自然回归山林 三地新闻网号员张启运 台东报导